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左脉部与肩同宽 两手上抬至肩高与肩同宽 然后坐往下按 把手腕这样往下坐 往下按 膝盖略为弯曲 然后身体左转 随着身体左转 两倍向左旋 两掌心 两掌心也向左 然后再向右 身体再向右转 向右转的时候呢 两倍也随着向右旋 就上旋转 随着向右旋转呢 腰也向右旋转 旋转 随着旋转 把左脚向前伸出 向左前方伸 向左前方伸出 脚尖先着地 然后呢 逐渐把脚放平 然后身体继续右转 把两个脚向后捕 捕捕捕捉 捕捕捉到后 捕捕捉到后边以后 然后转过来向下 向下 向下呢 然后 身体左转 然后上右腿 右腿脚尖着地 然后把右手变全向上 然后抬右腿向 这个右腿抬起来以后 向左边正脚 正脚 正脚的时候呢 同时把右腿也扎在左手的手掌上 发出声音 左掌也发出声音 这个金刚倒退 起势和金刚倒退 好我们看一下 陈氏菜鸡老家一路的 第前两个动作 起势 金刚倒退 这个动作 就是 就是有 我往后一点 我看不到脚吧 我们往后一点 好 那么 金刚倒退 金刚倒退 那么 这个动作呢 是 城市太极拳里面 典型的 主要的式子 很著名的式子 金刚倒退 对呢 可能就是过去一个充米的 好像那个稻子放在那个一个石头做的一个坑里面 然后用那个东西倒它 然后把稻子的壳子倒掉 然后呢 变成米 我的理解可能金刚倒退 就是那个东西 倒那个米 金刚呢 就指着 是 一个 人 人在那倒东西 倒那个米 可能是这样的解释 我不知道 具体的我真不太清楚 金刚倒退 这个名字 这个式子的名字 好 今天的城市 老家一路 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呢 你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呢 接着学 这个城市 老家一路呢 大家能够把它学好以后 这个因为它里边有发力 你要金刚倒退这样的动作是有发力的 是有发力的 所以呢 就是你身体如果是虚弱的病人或者是老老年人 应该说不要发力 不要发力 就是遇到发力的动作的时候 下面我们以后再教的时候 你遇到发力的动作的时候 你可以不发力 可以不发力 做的动作 就可以了 好 尽量把这个事情说一下 喜欢的朋友呢 你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再接着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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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